哈喽 欢迎来到 Auntie Xiu的人气直播 美味秀 哈喽 傍晚好 大家傍晚好 今天Auntie Xiu 准时开播 今天比较酷 明天比较酷 Auntie Xiu今天很早就到家了 今天煮什么呢 煮那个莲藕汤 莲藕汤 来看一下我们的莲藕 刚才这个煮那个花生 花生莲藕汤啊 这个花生刚才泡水 两个小时了 然后我忘记了我给它 二十分钟就是这样了 这边多少花生啊 差不多二十分钟就煮了 可是要煮才好过瘾 多少的花生 一斤了啊?200克 200克的花生 泡水两小时 然后我现在是莲藕啊 嗯 然后我买意大利 意大利的莲藕哦 200克的花生呢 泡水两个小时 然后Auntie Xiu放进气压锅煮多久呢? 二十分钟 要放多少的水呢? 我今天换三粒 三粒 三粒的水哦 把浸泡好的200克花生放下去呢 气压锅煮二十分钟后 Auntie Xiu呢 就把一大利的莲藕放下去 煲它 要加任何调味料吗? 要加任何调味料吗? 等一下 Auntie Xiu要去看她的牌子啊? Auntie Xiu要去看她的牌子啊? 哈哈哈哈 然后跟大家再复习哦 200克的花生呢 Auntie Xiu浸泡两个小时的清水 然后呢 煮沸腾三粒的水 我们把浸泡好的花生放下去煮 煮 然后呢 用气压锅煮二十分钟后 我们就把一大利的 切好的 莲藕呢 放下去哦 煎煮 花生莲藕汤 要加任何调味料吗? 我现在来家要炒煲 啊 最后才加哦 今天准时开播叻 哎呦 妈咪 你看你准时开播粉丝 还要称赞你一下哦 没有啦 今天没有很多人建议啊 Auntie Xiu今天早到家 所以来得及备菜 就早一点开播 今天没有什么人建议 也比较粗 对今天比较粗 今天就不要吧 明天忙哦 可能Auntie Xiu吃开播哦 明天会打扫 今天这个打扫都比较棒 今天煮的一道新的菜色呢 叫小玉米鲍鱼片 爸家应该是很好奇 小玉米鲍鱼片长什么样子 好等一下给大家看看 Auntie Xiu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散烫那个果放下去啊 散烫排骨哦 这边多少的排骨呢 这个是那个猪尾骨 多猪尾哈 放多少gm 我买猪尾啦 如果买8g一点 多少gm 哎好够啊 这个啊 800g 800g 800g的猪尾哦 猪尾骨 再吃着这个 是不是饿了 很棒啊 明天可以包 嗯 先散烫哦 散烫才放下去哦 谢谢大家分享呢 喜欢吃花生 蓮藕汤的粉丝们呢 快点分享给家人们跟朋友们 明天就煮花生蓮藕汤 嗯 还没有给我餐 小个这样大个 嗯 800gm哦 800gm的猪肚 嗯 我们穿烫它先 肉尾巴没有什么 嗯 嗯哼 大家办完好 请问一下 爸爸我看你要多切一点 有人一直偷出萝卜 那天 Kelly问哦 那天你介绍擦皮肤干燥的是什么材质 辣末 它是moycher齁 跟精华液辣末 它是一点那种 冰冰冰啊 会 然后是脸自然红红啊 所以 啊 皮肤敏感可以擦 要自然脸红红啊 它会 它比较冰比较温啊 嗯 请问花生有分红跟白吗 我知道 买最小绿最快有地方 买小绿的 乳壳的 乳壳的 有壳的哦 红白都可以 没有关系 嗯哼讲 今天罢工没煮 我早一点等美女开播 今天准时开播 大家很开心耶 可是很开心今天准时开播 要送上节目哦 不用等到久久哦 一进来就看到auntie秀了 不用等 辣末美女的电话 龙哥你在线上吗 帮我发辣末美女的电话一下 可以找它 它是辣末 我怕煮久久 等久久我先包那个花生了 嗯 然后我们把那个auntie秀最喜欢吃的 凤爪下去汆烫 i like it 而且auntie秀很勤劳耶 每天都擦那个 跟那个精华液 然后还放上fumas 所以它脸液还美是不是 对,就是有花生 好不,妈咪的那个给我吃完啊 我让你萝卜多切一点 有人一直偷出萝卜 不然你等我喝我的水 请问超过几cm呢? 什么牌子? 这个是Lagome哦 这个Lagome 36cm 36cm 可以在auntie秀买 engy讲我今天也是煮花生莲鱼汤 哈喽,Good evening 请大家放完好 秀姐,那个放糖的玻璃瓶 哪里订购的? 哈哈 在shopee,shopee 嗯 我们把汆烫好的排骨呢 放下去哦 放糖啊 诶,你的蜂爪? 我等一下再炒 嗯 把汆烫好的蜂爪也放下去 放糖啊 嗯 auntie讲最后才调味哦 妈咪讲最后才调味 给它先去滚 给它去包那些原料 collegium,collegium 没有肉肉 有,下去脚啊 然后这个汆烫好的蜂爪呢 也加下去哦 大家傍晚好 喜欢吃花生莲鱼汤的粉丝们呢 快点分享给家人们跟朋友 今天 水了过后 明天煮 香烹烹 然后我们汆烫好了 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盖锅盖锅 盖锅 要煮多久 要滚了给它 要滚多久 应该多久都可以了 我们 切下锅 包20分钟 滚了啊 只要滚了才算多少分钟 对 美女牛再吃萝卜 嗯 等下给它吃到 嗯 美女吃萝卜 美女想吃生的萝卜 小心烫啊 妈咪要炒第一套菜找什么 嗯 炒 那个 烫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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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 今天可以煮清炒空心菜 烫菜 烫菜 而且我发现爸爸每次切的菜都很美哦 都很轻很漂亮哦 对啊 他讲我是Rabbit 龙哥 你很像讲你今天吃灾齁 这样等下你就吃空心菜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啦 灾有到晚上了是不是啊 他讲 我是灾有讲到吃到几点了吗 有啦 嗯 不可能吃准备啦 Sindy讲我今天煮连偶汤耶 Jenny讲辛苦了天天都要煮你真棒 嗯 妈咪很厉害 她讲 Annie讲 Auntie Sue Face down a day very nice Auntie Sue现在有保养保养 yes 龙哥你今天吃菜 这样龙哥等下你汤也不可以喝哦 龙哥 这个等下你吃 猪腰 他可以吃花生不要吃肉 你可以 你的花生有吸收到肉耶 你等下吃菜就好了 等一下我们吃猪腰啊 吃鲍鱼 吃鲍鱼 然后吃 花生莲藕汤 妈咪点坏耶 妈咪也知道 他等一下他说 我会不知道啊 他讲 今天厨艺 薄皮薄皮 薄皮 薄皮没有再煮了 随便看到 你俩有这样多 多了没有 是了妈咪在帮我清 今年年头的那个过年的鲍鱼片 在过年了哦 所以今天咯 阿姨秀要煮玉米 小玉米 鲍鱼片哦 快帮我 靠 我们先烧热油 爆香蒜米片 然后呢 要加什么 周一讲 最重要 忙完工作才开播 吃一点也没关系 哈哈 我们也会吃吃的等 哈哈哈 没关系 阿姨秀现在哦 每天习惯开播了 哇 妈咪 现在粉丝国药喜欢吃 花生鲤鱼汤耶 Jacklyn也是喜欢的 欸怎么没有放啊 对 哦 亲讲他昨天才煮耶 昨天才煮这个汤 这些很多吗 你看蛋我哪里都卖的 妈咪 那我陪你是吗 不疑的 我陪你才买 没有啦 今天龙哥只能吃空心菜而已 大家办完好哦 我们刚才烧热油 爆香蒜米末 然后呢 加入清洗好的空心菜呢 下锅翻炒 红萝卜不用切了 整条给四妹咬 他讲爸爸不用辛苦切哦 我真的咬掉了 那我也是咬掉他的红萝卜 嗯 然后加入呢 辣椒末哦 哦 他讲 听不清楚 再说一次 你把吃东西要讲的话 没有他讲辣末 哦 像什么啊 辣末 你是讲锅嘛 我发现错耶 是辣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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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讲 空心菜有放蒜米 龙哥不可以吃 哦 那龙哥等下吃不止 龙哥已经吃档锅了 没有龙哥吃自己了 没有龙哥吃自己了 去档锅吃 去摘档吃 应该吃摘档吃 不可以放蒜米 没有 哇 啊 唱讲他也是煮花生莲藕香 这个晚上就可以了啦 有的人吃饭店啊 什么好人有什么 啊 阿姨秀呢 刚才放200克的花生哦 那个 莲藕是一大条的 拿一个盘来 拿一个盘来 嗯 这个锅几cm哦 这个三个是 准备收了 来 够吗 够吗 那小个哦 够了 一点够了 这个锅36cm 这个34 这个34 34 我们现在呢 下锅调20分钟 倒数 次数不可以 吃蒜头 他讲 哈哈哈哈 又要过年了 又有新鲍鱼 阿姨秀 阿姨秀在帮我清去 年头的鲍鱼耶 很快要明年了 我们第一道菜呢 空心菜 清炒空心菜 清炒空心菜 完成 Lisa问你 周末没有加巴拉酱 有啦 没有我们自己家里 吃没有饭巴拉酱的 清清就好了 清清就好 清炒空心菜 加点辣椒 蒜米香香 阿姨秀只是加了盐跟调味料 调味而已哦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一道菜 登登登登 清炒空心菜 有没有很漂亮 烧热油 爆香蒜米末 然后呢 我们就加入空心菜 然后再加入呢 小辣椒末哦 然后炒香 我们才加入盐 调味料 然后就大功告成啦 老婆要不要加一点 那个羊出掉了可以 是咩 很紧啊 然后我出到剩下几条哦 很紧啊 咦 妈咪你的锅不见了 好 我们让Auntie Sue 帮我们打招呼先 哈喽 大家 傍晚好 Auntie Sue 今天on time on time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妈咪讲 我飞好菜了 可以开锅了 我的妈咪还没有六点 你看爸爸帮我们洗锅 谢谢大家帮我 谢谢哦 我把佳莹的电话 先发给大家先 好了 这个是Auntie Sue 保养品 佳莹的电话 请问这个锅好用吗 好用哦 Auntie Sue 已经用四个月多了 好用好用 然后这个是风锅 今天我也吃素 番茄汤加入豆腐 和茄子炒豆豉 两夫妻煎蛋刺 哇 Ani 应该很好吃 我也是喜欢那个番茄汤 然后我们现在呢 先把锅呢 我们把水擦掉下 要不要不要不要 你要注意到吗 因为妈咪要擦在这个水 哇 拌完好 好吃 嗯 我们现在呢 先 烧热水哦 妈咪要做什么 哦 纯烫菜啊 哦 纯烫菜啊 哪个菜 这是什么 这不是你手机啊 哦 妈咪特地准备一片给粉丝看啊 对 你看妈咪哦 现在很细心了 她说呢 现在呢 这个是那个猪 猪腰哦 Auntie Sue特别呢 选了没有切的 给你们看 等下要线上 教大家切哈 嗯 嗯 我们先烧热水 要汆烫 汆烫 汆烫哪个先啊 那个小玉米 我们要汆烫小玉米 嗯 前一讲 要搅拌一点哦 你要给它吃到一点点 哈哈 哇 每次直播 前一讲 Uncle比Auntie Sue忙 对啊 两个都很忙 两个都很忙 吃回来之后更加忙 嗯 Micky讲我也是这样炒哦 大家办完好哦 今天煮一道新的菜色呢 叫做 小玉米 来 来 我们先要Auntie Sue 小玉米呢 鲍鱼片 然后我们现在看Auntie Sue 怎样子去 这个哦 买回来哦 最好是要当多给你清理掉 那些白白的 那个筋啊 什么哦 它是那种尿滚来的 全部给它清理掉 然后就不会味道这样送啊 嗯 嗯 然后你买回来过后 你清理过后 你还做什么 泡盐水哦 泡盐水哦 要泡多久呢 昨天泡的 要泡盐水 昨天泡的 泡盐水 然后我们现在呢 切猪腰 然后切了就泡盐水 你看再去翻炕 嗯 嗯 嗯 要记得里面这些 那些 那个管器 管它什么白白的膜啊 全部要跟它清理掉 嗯 要不然啊 它尿尿味道很松的 然后就这样子切哦 哦 你上面是切花纹 然后才切下去 对 阿姨秀先打横 切花纹才打直呢 切片哦 切块哦 嗯 就这样子切 简单是不是 嗯 对 羊妹妹 抢小白兔的萝卜吃 哈哈哈 然后就泡水了 你看 看到吗 泡盐水哦 泡盐水是为了去味道是吗 嗯 对啊 泡水了 没有泡了 我要下去三大将再大人 对啊 明东讲很喜欢你们 我们等一下炒猪腰 因为那天阿姨秀买三个吃不爽 今天哦 买五个 你看几夸张 五个就两对半了耶 两副半了 吃到爽爽 吃到爽爽 进去了 跟它泡在水里面才穿烫哦 等下 嗯 我们先泡在水等下穿烫 好吧 再帮我加萝卜 等下我去偷吃它 不要偷吃了 等下不够 这个锅多少钱啊 你买 等一下哦 我再发费物厂商电话给大家 等一下你可以放在这里 嗯 不要紧 我喝喝我的水 等一下啊 我发费物厂商电话给大家哦 我们现在准备第二道菜哦 炒猪羊 那天炒的猪羊很好吃耶 那炒菜先啦 炒包一先啦 嗯 我们先把菜炒起来吗 炒包一啊 你现在吃不到饭吃过吗 我先上 很备烂 对 对 吃一下子 嗯 炒炒很快的啦 也不会行 炒炒很快的 炒炒很快哦 今晚Auntie秀煮猪羊我爱吃 嗯哼哼哼 看来很想吃是不是 可以学起来 而且那个猪羊那天哦 煮三个不够吃的耶 吃到不够爽哦 我们今天呢Auntie秀买五个 给我们吃到爽爽 Auntie秀自己应该是太炒不爽 哈哈哈哈 不然这么多她会买多两个对吗 有啦 那我看她比较美啦 没陪你讲 Auntie So much cake你 听人问你 我们今天煮什么好料耶 我们先烧热水 放一点油 然后要把小玉米下锅 放一点盐 啊 放一点盐 然后小玉米放锅 下锅 我把Fiverr锅的电话 发在线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是小玉米哦 看你个人喜欢 Auntie秀姐放了2,4,6,8,10,12,14,16 我们要多买一点 那个食品没有 妈妈厉害煮 会煮的人 持煮要煮几样菜 很快就有得吃了 哈哈哈 他们了解Auntie秀 大家办完好 今天Auntie秀煮小玉米 鲍鱼片 因为那鲍鱼片呢 是过年的 里兰里面的 因为要明年了 Auntie秀就要推完那些鲍鱼的货 哈啰Chung 猪腰会出血 按一按会出血 对对 你把它泡在水里面 泡在水里面哦 它就只要 对 为什么要吃两个半 我婆婆说要吃一堆哦 不可以吃单 没有啦 做叶子啦 做叶子要吃一堆 做叶子以形否形 哦 以形否形啊 我那个剩嘛 Auntie秀是很久没有吃它响面 所以要煮了一碗 没有啦 这个是买三的 这锅煎鱼会沾吗 嗯 它不是不沾锅 它要热 你要热咯 要热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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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i has high collagen or not 不知道咧 妈咪 那个 那个 那个猪腰会不会很高 胆固醇 应该没有啦 你弟兄都吃进肚子 还必给你家没有 只要他喜欢吃 我们想跟你讲 没有胆固醇的 哈哈哈哈哈哈 汆烫小玉米哦 Fresh baby corn 对 这个你可以买那个 筋马轮的也是很美 筋马轮的小玉米也是很出名的 筋马轮的玉酥酥啊 玉米也是很好吃哦 Jelly 问你 像前八十八鸡的 它那个差不多没有过 差不多卖完了 我们去买 快一包 然后它这个小小的丢丢丢丢 Jelly讲你在炸薯条啊 很像哦 很像哦 像哦 很像 那你搞不好一点 来 叮叮 很像炸薯条是吗 真的有点像 这个小小条是他给的 嗯 来烫完起来了 很快哦 大家拌完好 我们先把小玉米汆烫起来哦 Auntie Shiu呢 烧热水 加了少许的油 少许的盐 然后我们才把小玉米下锅汆烫 对 汆烫熟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有鲍鱼片 可以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很多鲍鱼片还没有煮的 是的 然后就可以跟这个小玉米一起煮了 Jelly讲远远看很像 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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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它讲肠比较高抗肠 比较高抗肠 比较高抗肠 大家拌完好 好像没有看到 班长上来哦 班长上来有吗 嗯 嗯 然后再把 红萝卜 下锅 汆烫 哇妈咪你这个汤哦 应该会很甜耶 哈哈 哦呀妈咪那个汆烫的水应该会很甜 因为还有放了那个玉石鼠啊 然后呢又放了那个红萝卜的甜 这个汆烫就可以了 香香香香 那边喝了也多 那边 要 差不多汆烫好了 今天应该会很快耶 因为妈咪今天的猪腰也是可以煮到很快 啥 今天可以很快 嗯 very high cholesterol 可是讲猪腰很高 胆固醇 妈咪要吃少一点 你看伯母喜欢 她最喜欢吃猪腰叫她吃少一点而已 妈咪 可是讲很高 胆固醇吃少一点耶 不是那个猪肝比较多 为什么 所以 一样刮 嗯哼 Well the silver scratched the wok 嗯 我们上次也是这样子炒耶 so far还好 我没有说刮到很够力了 可是讲会刮到那个锅嘛 他都给我们铁铲啊 ok啦 都ok哦 Why baby corn have to boil pretty 怎么要汆烫的妈咪 因为没有煮了啦 不在吃了 哦等一下没有煮了 来我洗一盒了 看到吗 我们的猪腰 哇 五个叻 今天阿姨秀吃到爽爽哦 那天才三个不够她吃 今天很开心 她今天有五个 看到吗 粉丝们开始买猪腰回来煮了没有 咦妈咪猪腰做叶子可以吃吗 做叶子要吃一对咯 做叶子要吃一对咯 一天吃一对还是什么 没有啦吃一餐 哦吃一餐 哦吃一餐 以行腹行吗 以行腹行 我们的剩一对就是要吃一对 哦所以粉丝讲 哦所以对不跟她讲要吃一对咯 我们要穿烫什么 我们要穿烫什么 穿烫这个 哦穿烫 我们现在穿烫那个猪腰哦 大家可以学起来 很多粉丝应该很想知道 看到auntie就这样洗猪腰 她讲 看到auntie就煮猪腰 又不会洗猪腰哦 然后呢 买了又不懂怎样洗 看到吃不到 我们是这样 来来来 我们先烧 今天很多汆烫对不对 大家办完好哦 有没有在家里开始动手煮了吗 今天又煮猪腰 对 candy 因为妈咪那天吃不爽 哈哈 那天她吃不够爽 等一下讲 my favorite 猪腰是她的喜欢 记得呢那个猪腰像auntie就这样 一直泡盐水 味道才有点这样种 哈喽 ChanChan也上来了 晚上好哦 大家晚上好 我们先把这个弄好先哦 auntie就在烧热水 high cholesterol high cholesterol cholesterol not collagen 久久一次 没有天天吃 没有啦auntie就也不能天天吃啊 等下肥死她 是这样多 咦班长上来了哦 我该没有看到班长耶 她讲没有天天吃不怕的 candy跟我们一样也是想吃猪腰耶 auntie就超爱吃的 龙哥讲他不敢吃 他讲他吃到有味道 他很怕 oh no no I don't eat this Lisa讲他不吃哦 所以还是因人而异对不对 我们现在烧热水先好了吗 我看一下 差不多啦 阿咪有放那个姜片下去哦 那个水烧热的时候呢 加姜片 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猪腰放下去去掉 那个味道 现在很丰富耶我发现到 先弄个 里兰嘛里兰这样多 里兰 妈咪一直在帮我clay里兰 所以我要跟我的朋友讲 下次不要送太多来是吗 要咯 然后我刚才讲是auntie秀讲的 对啊 等我朋友送黄梨来叻 黄梨也不要吃下肥肉要这样多 吃都吃不了 auntie秀 你知道我每一年哦 过年的时候啊 我的朋友就会送里兰来 黄梨 他们的各 就是他们当地的土产 我 乙保的朋友呢 就会送那些乙保的饼来 没有他们送哦 我们家 不会讲很多人 他们送一些阿神 送到多多 吃不了 没有办法咯 我朋友全部很好客的 要分开做吗 嗯哼 老猪要有味道耶 妈咪 我没有买到的啦 猪要泡水会发大片 会发大片 妈咪猪要泡水会变大片吗 会呗 不知道的 嗯 秀姐 买的猪要多少钱 因为一只猪才一堆哦 咦妈咪你的猪要买多少钱 要问auntie秀哦 一粒两块 一粒两块钱 帮你们问了 一堆就四块钱 每天啊 michelle说呢 她做叶子吃很多耶 妈咪做叶子 是不是要每天都要吃 没有啦 每天都会怕的 哦 Jackin也是没有吃的 哇 Annie讲我最喜欢的耶 Annie也是讲她喜欢吃 跟妈咪一样哦 妈咪喜欢吃 妈咪你几时开始爱上吃猪腰 哎呀 我去买猪肉的 从小auntie秀就爱吃了 而且auntie秀主洗 那个猪腰的方式是外婆教她的 对 外婆教她洗很多 猪腰啊 猪肠啊 呃 那些内脏啊 都是外婆教她洗的 我们这里猪腰很贵 一堆要八九块 NASK没有她没有办法加持 妈咪八九块新币 马来西亚可能租比较多 会比较便宜一点啊 没有啦 不一定的啦 哦不一定哦 妈咪讲 所以妈咪讲价钱是不一定 一块两块很便宜 一个两块很便宜 对啊 因为auntie秀妻 妈咪你去哪里买的 粉丝问你去哪里买 NASK啊 NASK 来写给大家先 NASK买的哦 NASK买的 哎哩我写错了 不好意思啊 NASK NASK买两块一个 没有办法咧 新加坡可能 可能新加坡的货没有那么多 所以比较贵哦 比较贵哦 比较贵哦 要放到钱 姜啊 看到吗 这个是呢 烧热水过后加入姜 阿咪讲要给那个姜的味道出来 所以用那个 煮沸腾的姜水呢 去汆烫 猪腰哦 秀姐那里有这样便宜哦 NASK NASK NASK买的 NASK买的 NASK比较便宜的 比较贵啊 嗯 大家如果下次来到马来西亚呢 可以去NASK走走看 有很多便宜的 便宜的 猪腰 猪腰 妈咪会不会等一下哦 可是每个跑去NASK买了 然后变贵了 贵哦 没有人知道NASK卖这样便宜 猪耳狗才卖一块 猪耳狗才一块 猪耳狗一块钱 猪腰两块钱 可是我很高 翁讲 很强的味道 而且不是很健康 不要吃这样多 Lina讲 这样便宜是不是冷藏的 没有啦 它每天 他们现在的那个 猪都是早上那种 送过来 然后再放在那边 哦 可能我觉得 是因为他们的量很多哦 多啦 它的猪比较大气 NASK的肉新鲜吗 ok啊 ok啦 ok NASK猪腰有包清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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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哦 所以这个不要清理 我弟兄现在汆烫 这个猪腰 我们这里三块一粒 也是ok啦还是便宜 ok啦 只是NASK没有跟你清理的 那个蛋糕才有跟你清理 玉玉讲哦 它的猪腰猪肚猪耳朵 也是很便宜哦 猪耳朵一块钱 可是它没有清理哦 你要自己烤给它 PICKYER RM1哦 嗯 可是好像 新加坡粉丝 不可以在这边买了 带回去是吗 不可以啦 不可以哦 因为它是 SUSANA讲 SUSANA讲 对 少吃 有味道 有妙味 哈哈 可是讲有妙味少吃一点 至少还好啦 可是我发现猪腰你要马上吃 然后你要清理 那个白白的 它是全部清理 那个全部都拿掉 对 那些可能是那个尿管 他讲 哇 疫情没人要猪腰 我买最便宜都要9块了 这个猪腰很美哦 自己清理很难 刀要很功利 嗯 那个汤差不多了 很香了 关火了啊 这个20分钟我们熄火了 要很厚 来 来了来了 要拿一个大碗给你嘛 用啦 我去那边 小心啊 汆烫好了哦 我们的中药 等一下看Auntie Xiu 大显身手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复习复习 你看哦 爸爸很漂亮耶 登登登登 你看爸爸切到很美哦 妈咪这只一个我帮你吃掉啊 嗯 赶 等一下 刚才还有了 你还要跟他吃 哈哈 没吗 刚才汆烫好的小玉米 还有呢 红萝卜 准备好了是吗 很漂亮哦 帮妈咪 帮掉这个 嘿 这样 妈咪好像汆烫了 没有这样好吃耶 你刚才都是这身的吗 嗯 嗯 味道很棒 大家 漂亮嘛 很漂亮哦 然后我们要放鲍鱼片在上面 这个可以当做过年出来吃耶 应该是吗 哦 因为过年很多鲍鱼煮不完哦 可以这样子煮 然后淋在上面就很美了 就很像那个我们去大厨煮 哦 这个我跟你学 对啊 过年煮给我吃 过年煮给我吃啊 你不要恐辨不好吃就好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我最多吃一条 那妈咪很过分耶 煮到不好吃 不是他讲他吃一条 你讲我敢煮吗 是这样的吗 你煮好吃 我们也是吃完 你煮不好吃 我们也是吃完的咧 因为Auntie就很少煮 失败了 哈哈哈 作业时前一个星期要吃猪腰炒麻油姜丝 补腰过后吃没有用哦 也可以加入面线吃 哇 他讲为什么留一条不排进去 那个大条的啦 要给羊不吃 妈咪要给我吃可是我觉得 羊不吃他讲熟了 熟了不好吃 我想是生的 这个今天比较多要加一点多一点 可是讲美排到很美 这个拿起来 你要吃哪一次的啊 要 爸爸画中间跟他切 他画中间跟他盖住了 是 来爸爸帮你切 美哦 叮叮 你看 美吗 漂亮着吗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把包一片放中间了 而且我发现爸爸的刀工很厉害耶 他切到很均匀耶 咪咪现在呢 加入了麻油 看到吗 麻油 给粉丝看一下 Auntie就喜欢那个 胡全义的麻油 这个是马来西亚老字号哦 大家下次呢 来到马来西亚呢 可以买这个 回去尝试 胡全义老字号麻油好吃 然后呢 我们现在 爆香姜片 妈咪我把它拿掉 你会放在中间 因为它顶着那个镜头 你不要跌掉 因为它顶着那个镜头 然后呢 我们先用麻油呢 适量的麻油呢 爆香 姜末 有放蒜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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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没有哦 姜末哦 适量的姜末 排到阳光四色 你放姜末 哇 是真的啊 你很厉害的耶 那个新龙生虎 这个是姜末 姜末 Ginger 预言酱哦 内脏最好必要吃 你有办法咧 我们妈咪喜欢吃 新加坡炉猪耳朵 一个三块新币耶 亲朋分享的 哇 大家在家里煮 就很便宜哦 煮给美羊羊吃 色味非常好 对啊 我发现妈咪很会切 爸爸很会切 有很多粉丝讲不敢吃猪腰耶 猪腰新鲜 会清理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你要把他叫白白的全部拿掉 要不然他有那个好像是尿管来的 他会有尿管的味道 偷奖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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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度八哈的 Kidney 1K 8块钱 JB比较便宜 他讲要自己清理很难 对啦 叫那个 这个是Ginger 姜末 因为我刚才讲错了 我不讲姜末吗 应该是讲蒜 我刚才是问你有没有放蒜米 没有 因为我吃到姜的味道 没有放蒜 这个是姜末哦 姜末 然后呢 爆香用烧热麻油 爆香姜末后呢 就把汆烫好的猪腰放下去 炒香 然后呢 再加入葱段 这道菜呢 很适合呢 很适合呢 周月子的粉丝们吃哦 如果有煮给自己家人吃呢 也可以学着倒菜 很香哦 我这边嗅到很香的 那个麻油跟姜味 对 可是嗅不到那个 猪腰的味道耶 香香烹烹 六妹来了嘛 六妹哈 六妹 六妹在哪里呢 六妹还没有放工哦 你放多少的糖 太好了 半茶匙 半茶匙 半茶匙的汤哦 然后炒香 加适量的盐 半茶匙的糖 一汤匙的酱油 很香耶 我是嗅到那个姜跟麻油的味道哦 很香哦 完全嗅不到那个他们讲的臭臭的味道 然后再加多少的米酒 好 米酒加四两 要是花雕酒 不是美酒 欸花雕酒 sorry 加花雕酒 哦Michelle讲 两汤匙的米酒 啊两汤匙的花雕酒 两汤匙哦 很香很香 家里呢 有做叶子的朋友呢 可以准个倒菜给他吃 他应该会很感动 吉利猪腰 哇 四鸡脚这个叫吉利猪腰耶 很好听的你吃耶 妈咪 这个叫吉利猪腰 好吃哦 真的很好吃 然后加葱饭炒香就可以了 我忘记那边咯 那个 玉米 玉米水 可以啊快点加快点加 快点加快点加 要加一点玉米水勾芡一下 这个是花雕酒 Auntie Sue 放多少呢 放了两汤匙哈 两汤匙有哦 花雕酒两汤匙 Andrew讲他不敢吃耶 Andrew 你一定要try 下次你可以煮给家人们吃了 好 哈哈 你要龙哥留口水 龙哥讲他今天吃宅 他看我们吃 姜末盖过Annie Moss 没有了 我那个姜末 妈咪现在在弄着玉米水 你该还忘记放玉米水下去勾芡 就是玉米粉少许 加一点水呢 然后我们下去勾芡就可以了 来 熄火了 勾芡啊 这是玉米水啊 这样煮法不吃猪腰 可用肉片炒也很好吃哦 诶是哦 这样子炒也是很好吃 炒那个猪肉片 我们把这个勾芡一下 嗯 等下这个零饭超好吃的 姜末 我觉得你上次煮猪腰 我跟朋友讲 美根应该跑来我家吃晚餐 是吗 我怕等一下猪腰不够吃 是吗 会吗 how many kidney are there 五个五个 黄酒猪腰 一流 哇 什么了啊 姜末 熄火了 这个是 花雕酒哦 放花雕酒两汤匙哦 好了 先拿一个美美的糖 我喝一点糖 不吗 不啦 不肉啦 不肉啊 拿大个一点 怕你拿太大个咧 我都喝一点糖啊 这个味道 还放了半茶匙 适量的冰糖就好了 发现姜末最近煮饭很喜欢放冰糖 看起来很多猪腰 煮起来很少 是咯 那天我们看到三粒很像很多 还跟妈咪讲 很多很多嘞 然后她讲什么的吗 呃 她讲 姜末你的三个好像煮起来 你有没有看到 哈哈哈 她们本事还留言跟你讲 香喷喷 的猪腰 有很多的 秀妈妈炒觉得很香很好吃哦 想以前做月的菜 对啊 最近我的妹妹做月子哦 所以大家可以快点学起来先 安帝秀煮很多月子餐 安帝秀在炒 美女在炒 我们在炒 哈哈哈 我在炒 她讲安帝在炒 炒菜的炒 美女在炒 我们在炒 炒功课的炒 哈哈哈 哈哈哈 很压韵哦 很压韵哦 哈哈哈 猪腰好吃哦 看得到吃不到 安帝讲她不敢吃 是 妈咪偷吃一个 快点 来跟粉丝讲味道如何 妈咪你吃太快哦 我的镜头还没有拉上去 来给你吃多一个 太多麻油会 吃太多麻油会上火 QQ吗 QQ QQ啊 我偷吃一个 来 美女也是喜欢吃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家 一个黄色摸摸摸摸摸 我们家呢 只要妈咪有吃的 其实我们都有吃 我吃的 不可以吃海鲜 看到吗 帮大家试吃味道哦 哇妈咪 我看你吃很像不胖 可是我吃很胖 哈哈哈 嗯 好吃耶 好吃耶 好吃 要烧烧吃啊 嗯 你要忍了就不好吃 这个一定要烧烧吃哦 妈咪你拍照 不然等一下来不及 来 我们今天的 炒猪腰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我的那个一直抖到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嘿 电话突然抖一下 今天的 炒猪腰 完成 我电话一点抖抖哦 秀妈妈 你们很喜欢吃猪腰哦 我们小时候都吃猪 因为阿姨秀的家族是卖猪肉的 登登 第二道菜 炒猪腰 完成 这个是很好吃的月子餐 做月子餐 我放那个盐下去 我放那个盐下去 我放一下啊 阿姨等下我调一下 因为我的那个镜头有点抖 好了 我们现在放什么呢 放盐 放盐 适量哦 你不要看阿姨秀放两次 你以为是两茶匙 不是 吃半茶匙 放一点盐 调味料就可以了 适量 你看里面的料 几美 哇 你看尤其是我最喜欢看那个 汤是滚滚的 咦妹妹要放沙坡吗 放沙坡美 咦妹可以放一点枸杞 枸杞子 枸杞子 没有啊 没有啊 夹一点枸杞子 你要放回那个汤吗 哪里 你要沙坡那个凉美 等下直接拿出去外面就可以了 我帮你倒先 他怪住 我开箱哦 好了 等下妈妈 等爸爸洗 爸爸帮我们倒去那个美美的锅 然后放枸杞子 然后我们现在呢 煮着呢 就会倒菜 咦 就会倒菜了 不是 鲍鱼片 对啊 注意到菜 这个是花生莲藕汤 花生莲藕汤哦 傍晚好 大家傍晚好 哇 Helen讲今天又有猪腰我爱吃的菜 我也是很喜欢吃 龙哥讲他今天吃灾 他看我们吃 他讲好吃的猪腰不敢吃很笨 没有关系的 因为有些人怕那个味道哦 你要清理心切料吗 那味道你不敢吃的 所以你一定要清理干净哦 你知道我第一次吃猪血的时候啊 不是妈咪煮给我吃的 是我一个台湾的朋友呢 特别买猪血给我吃 因为我以前对猪血的印象是什么嘛 一个怪怪的味道的 猪血不会啦 猪血很好吃啊 然后哦 他给我吃的时候 完全吃不出是猪血 我在台湾吃那道菜 我记得在台北 他的猪血旁边有放那个花生 有放那些他们的配料哦 这样子吃 感觉吃起来像那个粿 猪血好吃啊 不要害到皮 太嫩的猪血 而且是嫩嫩的猪血哦 嫩嫩的 美女哪个美女做叶子 我的五妹五妹五妹做叶子 他讲 看你们煮三天 可惜我不喜欢吃 有啦妈咪煮第二天而已 两天两天 没有啦两天啊 两天吃不够吃 You know Andrew每天讲 我们的头吃时间是QC时间 QC就是什么 帮人家试吃 试味道好不好吃 QC 阿姨去吃东西 每样东西都要吃 都要QC一下哈 试一下看OK吗 不OK少吃一口 OK多吃两口 所以你看他阿姨一直吃的啊 你就知道了 今天包黑豆莲藕汤 哇Yuki 好吃好吃哦 汤可以放点红枣 我们放枸杞子哦 等一下没有放到红枣哦 妈咪放枸杞子下去了 你要放过来吗 嗯你去换那个锅 那锅很美 等下这放在桌子就好了 这个炒锅哪里买 在那个纸顶信息哦 它叫Fivo 纸顶信息里面有 今天1772个Case 马来西亚 出上来了 花生莲藕汤 加干贝好喝哦 或者是加干鱿鱼也很好喝 嗯 我们现在烧热油呢 爆香蒜米末哦 常吃麻油会上火吗 会耶 麻油蛮热的 不可以吃太多麻油哦 来过我们讲耶 他讲他今天是爆花生莲藕排骨汤 最近很多莲藕哪里都干燥 嗯最近很多莲藕 你妈咪上次以前你炸的 那莲藕是怎么吃的 哪里 炸的 切包包炸莲藕 有没有 这里炸还是谁炸的 可能是我炸的 那里就很痛 嗯 猪血很好吃 我们这里不可以买 没得吃 哦 新加坡不可以卖猪血哦 这边也是没有了 猪血好吃啊 好像吃豆腐 闷豆腐啊 好像嫩豆腐 好像嫩豆腐 猪内脏不要吃 Koni讲 没有办法阿姨秀还是很喜欢 现在新加坡不可以卖猪血哦 所以大家出来马来西亚才吃 我第一次吃 吃猪血哦 是在台湾 台北 阿姨秀把那个红烧酱 扫完下去 这个是红烧鲿鱼片 你今天猜怎么排子哦 有呦 龍马牌的 我们放龙马牌出来看一下 龙马牌 哦 那个A1给龙马牌没有煮 这个是里兰里面的龙马牌 Andrew讲 我比你惨 畜生到现在还没看过猪血 Andrew 你今年几岁啊 很适问的哦 很多猪血问我 来 我带你去干凤看 Auntie Sue 不要啦 等下龙哥看了会晕倒 龙哥很怕看到血了 我那个汤很多汤成罐 所以我要给他煮干他 对 这个是龙马牌的 有多盛的 对 红烧鲍鱼片 这个是里兰里面拿出来的 Andrew 我在泰国吃 台湾的也不错哦 台湾的 什么好吃 我第一次吃猪血是在台湾的 不错啊 它焖就好吃 不要太老 太老不好吃 里兰讲他也是很喜欢你的那个花生年偶糖 跟我们一样 你的哦 那个炒饭哦 那个什么啊 那个 里兰 里兰等一下龙哥会讲我今天不要吃摘棉才吃嘛 哈哈哈 我吃个 我吃个 没有没有 不是我的电话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把刚才的龙马 漂里面的红烧酱呢 煮到它有点 香哦 炒香它 Auntie秀煮什么都好吃 菜色又美又好 吃的鲍鱼 吃我爱吃的菜 Pick blood very yummy like Jerry 哦 是咯 煮到有点暖暖嫩嫩的 Vicky讲猪血是没有胆固醇的啊 猪血煮的好吃也都不好吃 不要煮到传统不好吃 以前 焖焖拿好上面都这样就好吃 几点开饭 我要到了10分钟 哈哈哈 类生可爱的它 今天煮姜酒 姜酒鸡啊 现在可以放吗 可以啦 Can use the water in the tin 可以啊 那个是红烧酱来的 红烧酱来的 台湾的雪米糕加花生 哦 原来那个叫雪米糕加花生 那是雪米糕 这个红烧酱你慢慢煮牙干 然后淋在那个 淋在那个上面 牙干一下它就很香 Jakin讲他不敢吃耶 猪血 来 我们看Auntie秀倒下去 喂 找到了 哇 刚好你的花生在上面耶 咦 妈咪小心 要这样煮 刚好你的花生在上面美美 看啦 哇 恰讲 You're talking so annoying 要到了 我有带沙特焦料 哈哈 雷神可爱耶 Blood 不会有怪怪的味道 不会哦 Andrew 我上次呢 吃台湾的雪米糕很好吃哦 你会煮的东西就不会有味道 不会煮的啊 全部有味道 Yuki讲应该有20年了 现在不懂有没有 现在好像新加坡的新加坡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猪血啦 每个生日也是很少的 每个生日也是很少 来 妈咪有跟你拍照一下 漂亮 来 今天的 你看到吗 很漂亮哦 我们的花生莲藕汤 等下呢 这一锅就在我们的桌子 就容易咬 猪炸汤也是有放吗 来 Maybe老顾客 所以有给雪 小心烫啊 今天的 花生莲藕汤 完成 好漂亮哦 刚好3厘米哦 含肉肉哦 对 刚好满满 我感谢你知道了 他3厘米而已 花生不可以吃哦 尿酸耶 没有每天吃 我们家没有尿酸还好啦 没有每天啦 不要每天吃 不要每天吃花生 哦哦哦吃 哦哦吃 我们现在呢 要给它干水 要给它溶住 给把它 给它煮到熟至对吗 对 嗯 香烹烹 因为它很多 很多那个 它 收住了它的酱呢 它就比较适 哦 香 Why cannot eat Benning的咖喱面都有猪血 好了 对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们华人很厉害 什么都不难吃 诶 人家他们 那个牛也是啊 什么也吃啊 对啊华人不是很厉害 没有啊 买人也是吃啊 哦买人也是吃啊 This soup also very delicious 那个花生莲藕汤很好吃 然后我们最后呢 把这个鲍鱼片下去 捞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鲍鱼片本身是熟了的对吗 给它烧一下就好了 这鲍鱼片给它烧一下哦 登登登登登 有没有很漂亮呢 刚才已经汆烫好的小玉米 还有萝卜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把刚才烧好的这个红烧 鲍鱼片 然后淋在上面 那弟兄加一点 葱饭 熄火了 是不是很快 这个熟的了啦 弄烧一下 嗯 烧的 他讲尿酸要吃多一点糖 什么 Balance the taste 什么东西啊 Andrew讲 Andrew开玩笑的 尿才来吃多 Now's a day Auntie should cook all the new dish 加菜不但可以吗 单力 Look yummy delicious soup I love this soup 那个汤很好吃 排一排吗 我最喜欢是什么的吗 那个莲藕 才会摆一摆吗 可以啦 这样子摆过去 慢慢摆 应该这样子 这样子慢慢摆过去 可以啦 可以可以 慢慢摆过去 够摆吗 问题是 不知道我也是知道 够摆 够摆吗 我感觉到这样子 small corn 甜酸酸 不会啊 这么那个 小玉米是有点甜甜的 这个是那个 金马伦的小玉米 大家下次来到马来西亚呢 一定要 try 这里的玉鼠鼠 还有金马伦高原的菜啊 菜心啊 玉鼠鼠啊 还有他们的那些 金马伦很多种不同的菜 你们可以try哦 为什么金马伦做的菜比较好吃啊 天气冷啊 天气冷啊 天气冷 然后 龙马飘 我们在那个 我们在那个里兰拿出来的 红烧酱呢 Auntie Shu呢 刚才爆香 那个里面的红烧蒜 你拿来煮给它干水啊 收汁 收汁 然后它就有咸味啊 嗯 Auntie Shu刚才烧热油 爆香蒜米末 把红烧酱倒下去哦 然后煮到它收汁呢 才把这个 鲍鱼片 还有葱段下去 可以了吗 因为它本身是熟 可以放完下去 我们就比较美 I think Cain corn well big 酸酸的 Auntie Shu是买新鲜的咧 新鲜的啊 不是罐头的啊 不是罐头的哦 Andrew 这个Cain corn是新鲜的 那小小个的 然后七八个 他讲 这道佳肴真的很美味 很期待你把它煮完 nice abalone with veggie哦 漂亮哦 看今天的菜很漂亮耶 有煮牛肉吗 有煮牛肉吗 我们没有煮牛肉耶 等一下撒在上面啊 可以撒在上面 撒在上面 sot sotibo 这个酱是咸的吗 它不会 它是会很咸 可是我刚煮干了 它就会比较咸哦 咸咸酸酱 还是咸咸甜甜 咸甜哦 咸甜的 火火炸 Lisa讲 晚上好 看到Yoli也上来了 我们要煮好了 Auntie Shu煮的最后一道菜 Auntie Shu 你今天一个小时煮完了 你很久没有一个小时煮完了 对 看它的冲断 等一下把酱淋上去不是 嗯 哎呦 这样聊龙哥是吃旁边就好 有中间吗 可以啦 可以啦 嗯 我们没有这样介意的 是咩 看了流口水很多次的 哈哈 旁边加点broccoli会更美哦 嗯 也是很漂亮 如果我们家里过年煮的话呢 Auntie Shu 就会顺便汤那个broccoli 有 那天有粉丝问耶 Auntie Shu 你厨艺有煮吗 我厨艺在家没有煮很得空 等一看直播 看你的直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这样Auntie Shu 厨艺要跟她的姐妹 吃火锅 没有空煮 哈哈 她讲 Abalone corn哦 I love this t-shirt 哇 辣椒哦 然后把这个放上去 没有 我们应该这样子放这样子 一二三四 没有四个 三 三 放三个打茶哦 啊 放一个米汁这样啊 放一个米汁 放一个米汁 就这样子 一二三这样子 不要米 诶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啦 可以啦 好了啦 等一下 哈喽Chang 我们要好了 现在淋上汁就好了 哇 这道菜真的是过年菜耶 米汁你摆那个豆贝公看 那豆贝公看烧菜给你开心 我咧 豆贝公讲 摆到这样里 哈哈哈哈 这个是玉米鲍鱼片哦 小玉米鲍鱼片 小玉米鲍鱼片 这个是那个 生的玉米拿来汆烫 生的那个小玉米啊 不是罐头啊 不是罐头啊 不是罐头的 ok了 今晚不到七点就搞定了 对啊 色香味俱全 平均啊 平均啊 嗯 好了 你看 美美哦 因为罐头里面它的水 比较满 比较稀啦 然后跟它煮容它 淋下去 煮到它收汁就可以了 对啊 然后它这个咸度是刚刚好的 好了 我们要拍照一下 今天的 小玉米鲍鱼片 完成 最后呢 让Auntie秀呢 跟我们一起做她的 招牌动作 拜拜 祝大家 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ay 拜拜